大家好,我是Dell,我是昌思好不好 我們今天要來拍攝 一日文化石體驗 好不好 那文化石有什麼特性呢 我們直接請周師傅來幫我們解釋一下 現在台灣文化石其實是非常常見的一個中環石材 石材有分成兩個部分 一個是天然石 一個是人造石 天然石的部分是採用天然礦石 裁切而成 然後人造石的話是石膏跟一些田中物小碎石 然後比較輕一點 它比較輕 然後吸水性比較高 一般針對這個 臂癌的遮瑕的部分會用人造石比較多 因為它會吸水 然後重量比較輕 然後施工速度比較快 一般這種臂癌或者是文化石的施工 一天就可以搞定對不對 沒有錯 那像一般如果我們要做一些比較裝飾的部分也可以貼嗎 當然可以 五六年前比較流行的時候 其實是專門用在 電視牆跟電視背牆 沙發牆 我有稍微做一下功課 就是文化石好像 人造石的部分顏色比較多 比較有選擇可以挑 對對對 那我們今天文化石體驗的前置作業 周師傅已經幫我們做好了 因為我剛剛 來的路上蠻塞的 他們已經有先做前置 看我們前置作業要先做什麼 家裡面的一些家具保護啊 窗戶啊 然後地板啊 家具啊 衛生用養生膠帶全部把它封好 OK 我們今天要拍一日體驗的企劃 當然就不能少 真槍實彈的好處 那剛剛周師傅跟我們講說 在打那個洞的時候 粉絲會有很多 所以我們準備了手套 口罩 OK 進去 GO OK 那麼一日文化石體驗 我們當然一定要真槍實彈拍給大家看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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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起來了 你看 頂住之後再按 打進去之後要稍微嚇一跳 那個正鬆度很像 那這位是我們的蔡師傅 來訪問一下我們的蔡師傅好了 好 是 好 蔡師傅請問你從事這個文化史的工作 大概幾年 嗯 相經10點 哦 那是 達人級的老師傅啊 這麼多了 做文化史這個行業 這10年之中沒有遇過 比較棄手的工作 就是比較困難 或是比較難搞的案件 應該都可以克服吧 都可以克服 沒有 比較印象深刻的 可是樓梯間喔 它比較高 這種比較困難 比較危險一點 比較危險 文化史前幾年開始興起的時候 天母啊 內湖啊 那些比較高級的住宅 就是比較會做這個 欸 對 那邊 那邊我做過文化史 這樣 主要主打那種比較 他們 他們不是必然 他們是 要文化 哦 這樣 算是比較豪宅的那種屋主 他們去做 這樣子 他也喜歡這種 文化史的風格 好 比較有質感這樣子 對對 貼起來就很有質感 看起來就很舒服 OK 好 那等一下就看看我們 蔡師傅跟周師傅而已 這個施工的環節 因為我體育是這樣有點不規則 那每塊都不一樣 所以每塊都是不熱的 這個冰冰喔 它不容易脫漏 哦 要加強讓那些肚子 ..!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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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